好 我們就直接用 面對壓力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 我們一起來揭曉 我們從沒有人選的來 先看一下好了 先看一下對 如果你選到對的話 到底你最近的壓力是什麼 對的左邊是 事業要下去 它事業未成 那麼右邊是一個寸 可能是有點頭寸的問題 又是事業 又是頭寸 而且被封殺了 這個大概是這裡面最慘的一個 它面對最近的壓力最嚴重了 好 我們揭曉 事業封殺 平吊頭寸 所以變成是事業和資金方面 都有壓力 這個要好好化解 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壓 壓的上面直接已經告訴我們 很討厭 討厭的話 我們如果把土改成石的話 也叫做焰 就表示暴飲暴食 吃得太多 你大概是吃得太多的事情 讓你討厭 是屬於吃的方面的壓力 那當然為什麼吃得太多 會有壓力呢 因為你的 當然這是應該是 吃方面的壓力 身材的壓力 飲食問題 好 我們看一下 它的答案是這樣 厭食討厭 肚子下垂 所以是暴飲暴食的壓力 當然還包括體重的壓力 也算在於 好 下面我們就看一下 利好了 利是勞力的結果 就是你花勞力的結果 卻是沒有功 只好怎麼樣 另外想辦法 嘴巴另外去想辦法 好 我們看一下答案 如果你是選利的 你面對的壓力是 屠勞無功 另模他就 所以你現在面臨的是 工作失敗的壓力 你擔心可能會不會 工作方面做得不好 表現不好 只是這方面的壓力而已 好 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 唐老師跟嘉倩首選的面 面呢 它是 外面是一個白 裡面卻是一個回 就是我們常常有講 女孩子偷看男人 回首白回 偷偷看一下 偷偷看一下 看了一百多次 一百多次沒關係啊 結果呢 你始終很腼腆 你就不敢講 不敢表達出來 所以你的壓力呢 應該是 愛情表達方面的壓力 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好準喔 非手擺刺 但卻腼腆 這是應該面臨的是 表達感情的壓力